哈喽大家好我是香蕉超人 欢迎收看我频道第20集的影片 今天这期影片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去年年底参加的CPG上海战的一场边赛 叫做深城杯的实战记录 这场比赛虽然是边赛 但是参赛人数和奖池也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为什么不参加主赛呢 也只是因为主赛的赛程和我那几天的其他工作安排有冲突 那就让我们赶紧具体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中都有哪些精彩的手牌吧 那考虑到本身我也就是参加这么一场比赛娱乐一下 加上我平时也更习惯游戏深筹嘛 所以我是在比赛一开始就注册进入了 在我拿到了座位卡的时候呢 很多桌子都甚至还因为人数不够而还没有开起来 那这场比赛其实盲柱是大小盲都是100 没有大盲安体 其实筹码是25000 今天分享的第一手牌 是我在Lowjack拿到的100AK不同色 盲柱级别是一开始的100100 前卫open300 我选择随败的到了900 之后庄位冷跟了900 前卫玩家也跟 三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勾圈四两个方片 我们是两高卡顺 如果是常规的那种单跤底持 我们在这个既有范围优势 也有坚果优势的牌面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但是这是一个三人底持 比赛开始也没多久 我对桌上玩家也没有任何历史阅读 这里的两个玩家手中是完全可以用 类似像AK A勾甚至勾勾这种牌的 于是我选择过牌 随后庄位也过牌 继续三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8 这个时候前卫玩家第一个行动 选择下注了半吃1500 那我们这里有两高张卡顺 自然是有能力跟注看合牌的 于是我选择跟注 庄位7牌 单挑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 还算是比较空白的黑桃7 前卫对手继续下注了一个三分之一 虽然赔率看上去很诱人 但是我们的AK在这个合牌 自然是没有什么银牌了 那做加注诈谱的话 能代表的价值范围 也会显得非常牵强 而对手范围中 因为还是前期深仇 也是有那么一点 可能是会有90的坚果组合的 所以我是意思性的 好莱坞了一下之后 就选择了弃牌 接下来这把牌呢 忙住级别已经来到了100-100 外加大忙安提100 与此同时呢 我也对桌上玩家 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这把牌就是前卫 一个行动特别疯狂的玩家 开持300 在这之前 他的大牌都是开600的 之后楼价格选择跟注了300 我在庄位拿K5黑桃铜色 在已经有安提的情况下 决定也一起跟进去抽个奖 之后大小忙都弃牌 三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K圈4彩虹面 有一个是黑桃的 这个时候 反而前卫那个疯狂的玩家 没有打 而是Lowjack玩家 中间打了一枪600 那我们有位置 有顶对 还有后门花 那就跟注就好 于是我选择跟注 前卫疯狂的玩家弃牌 单挑看转牌 转牌很意外 又是一张K 而Lowjack则是选择了过牌 那我们虽然增强到了三条K 可这毕竟不是我们的禁底池 我想了一下之后 决定下小柱讨价值 于是我下柱三分之一八百 Lowjack跟注 最后合牌八 Lowjack继续过牌 我继续下小柱讨价值 1300 Lowjack则是继续选择跟注 我们秀牌 Lowjack买牌 我们成功收持 接下来这把牌 我在UTG加1位置拿到了子弹队 选择开持300 之后CO跟注 庄位跟注 小芒跟注 四人底持 那股平时熟悉的味道 似乎又回来了 翻牌是18-3全部黑桃 而我们手上是有黑桃A的 算是放心不少 那既然是那熟悉的味道 在这种多人持的全色翻牌面 无脑过牌呗 于是我选择过牌 CO玩家是打了一枪八百 小芒跟注 那我也自然跟注就好 变成三人看转牌 转牌又是一张黑桃 是黑桃5 我们拿到了绝对的坚果 这里呢 我当时是选择了继续过牌 那在我现在回看这把牌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应该在这里下注一个半只会比较好 因为对于这样的 我只是偶尔参加的锦标赛 又是大前期 桌上的其他玩家 基本上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游戏第二次 所以并不用太执着于什么平衡范围保护这些东西 只要在有牌的时候讨价值就可以了 那之后CO也过牌 继续三人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又来了一张无关紧要的黑桃9 那在这个合牌我自然是不能再过牌了 我讨价值八百 小忙跟住我们再次收持 的确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这把牌最后我还是只要到了八百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在转牌要可能也是可以要的更多 当时的决定确实不太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手牌吧 今天分享的第四把牌 盲注级别来到了一百两百 大忙安提两百 我在Hijack位置拿到了一手五级红桃铜色 没错 我成功的把病毒带到了上海 在前卫开始有人Limper的情况下 我选择饭并加注到一千 身后的CO跟住 大忙跟住 Limper跟住 四人底池 还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我非常的习惯 随后翻牌是来了AK7两个黑桃 在这个牌面 大家可以尝试代入一下我的视角 这里如果大家是AK 唯一的担心是什么牌 是不是就是77set 而这把牌此时 我竟然阻挡掉了一张7 而我们在这个牌面 又同时拥有绝对的范围优势和坚果优势 结合我这少的可怜的锦标赛经验 我判断 我有自信可以通过非常强势的下注 打手对手几乎所有的AX 于是我现在翻牌选择持续下注了1500 得到了CEO和前卫的两个跟住 三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非常空白的2 前卫继续过牌后 我当然是执行了我的既定策略 在转牌 我显然是需要下大注了 于是我下注了将近满持7000 在我下注了7000之后 成功迫使了两个对手都选择了7牌 大家别看我现在的这个讲解讲的轻描淡写 在当时我下注了7000之后 我心中可是默念了无数遍对手7牌的 当时刚刚杨康的我心跳加斯的都快跳出心肌炎了 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哦 好的在经历了几把波兰不惊的手牌后呢 我们终于迎来了这场锦标赛第一把打到all in的关键手牌 这把牌我在专位拿到了66 诶 这台词怎么好像哪里听到过 我的手牌还带6 这把牌翻前在我之前有两个limp 那我也是选择了一起limp 不过大王好像不怎么同意大家便宜看翻牌 是选择加注挤压到了1200 不过显然他并没有看过我的视频 这个挤压尺度呢 我感觉是有一点点偏小了 如果我在他这个位置选择挤压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2200这个尺度 所以这个挤压的结果就是前面的两个limp 都跟住了这个1200 那我也是自然补上了一个黄色的一间进去 四人看翻牌 翻牌是来了567全部黑桃 我们虽然击中了一个中间的set 但是在这个牌面 我们也只对大盲的挤压范围有优势 对上前面两个limp的范围 我感觉也就55开的样子 大盲是选择了过牌 前卫也过牌 CEO下注2000 我选择跟注2000 大盲也跟注2000 这个时候前卫是突然加注到了6600 尺度呢又是非常的尴尬 不过随后 CEO则是选择推出了他的全部后手 18900 行动又再次回到我这边 那在这里 我现在是通过最简单的计算器 是算出了我这里需要的跟注胜率是 24%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66完全是能在这里跟注的 但是在当时同时还要面对大盲和UTG都还在底池的情况下 我是完全处于一个几乎当机的状态 不过我马上就反应过来 不管我当时的胜率到底需要多少 我在这里肯定是不能弃牌的 因为我需要底池中的筹码来帮助我能在这场锦标赛当中走得更远 于是我也all in 大盲和UTG时都选择了弃牌 那CEO翻开他的手牌是88 虽然没有黑桃8 但是胜率也不低 不过好在我们是成功顶住了转牌和合牌 顺利的收下了这个5万多的大底池 接下来这把牌我在大盲位置拿到了一手K6不同色 盲住级别呢也来到了小盲200 大盲400 大盲安提400 之前的人全部弃牌之后 小盲加注到了1200 我则是选择了一个跟注防御 翻牌是来了884彩虹面 非常非常干燥的一个牌面 小盲选择持续下注了三分之一 900 在如今翻前激进者在这种BBA的干燥面范围下注小注 似乎已经成了人尽皆知的策略 我们这里虽然只是一个Ki 不过我们有位置 于是我选择跟注产打 一起看转牌 转牌来了一张K 小盲继续打1600 那我们这边自然也是就是继续跟注就好 最后核牌是一张A 小盲这个时候开出了第三枪5200 尺度非常大 这就瞬间让小盲的范围变得极化起来 我判断如果小盲是一些A挂牌型 那有非常大的概率会在转牌选择过牌 那面对到对手的这个连续三枪的下注路线 我们的这个K一队还是能赢一些炸虎的组合的 最后我在行动时间几乎快走完的一瞬间选择了跟注 对手是选择秀出了他的勾圈不同色 我们这次合牌的猜猜乐是运气非常不错的猜对了 接下来这把牌 盲注级别是来到了300 600 大盲安提600 我在hijack位置用K勾不同色 open1300 只有大盲跟注防御单挑 翻牌是来了A94 两个黑桃一个草花 我们手上既有黑桃也有草花 因此在接下来的两条街当中 是可以扮演很多牌的 于是我在这边先是持续常规下注了1100 大盲跟注 转牌是来了一张草花圈 我们得到了一个卡顺听牌的增强 并且也带来了后门草花听牌的可能 与此同时 牌面也对我们hijack的open范围变得契合起来 于是我持续给大盲施加压力 下注大注4800 成功迫使大盲气牌 我们再收一池 那在接下来的好一段时间里呢 我们也一直没什么牌 基本是处于一个cadet的状态 盲注呢也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来到了61200 我一开始所在的桌子也轮到了爆桌 这把牌是我入座到新桌参与的第二把牌 第一把牌呢 由于刚作响 还没来得及开始拍摄 虽然是打到了all in 不过结果是平分底持 所以也就不分享出来了 我们直接来看这一把吧 这把牌是我在大盲位置拿到的一个56草花同色 UTG开持 UTG加1开持2500 我跟注防御单挑 翻牌是来了563两个黑桃 看上去非常潮湿 但是是明显有利于我们大盲跟注范围的一个牌面 虽然我计划在这个翻牌做一个过牌加注 但是UTG玩家并没有选择在这个翻牌做持续下注 而是选择了过牌 随后转牌掉了一张草花A 这张草花A呢 是明显有掉落到UTG加1的开持范围当中的 那我决定把翻牌的计划再转牌再重新来一遍 继续过牌 这时UTG加1果然下注了2200 那我自然是选择加注到了6600 随后对手跟注一起看合牌 最后合牌呢 我不是那么喜欢 是一张K 虽然是有可能让对手的一些AK组合反超了我们 但同时对手还是会有大量的AX组合 是我们是可以去拿价值的 那我是继续价值下注了13000 没过多久UTG加1就选择了跟注 我们又再一次成功收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底池 那在这个底池的帮助下 虽然接下来我们并没有在赢下什么底池 但是也帮助我们成功挺进了Day2 那就让我们马上来看一下Day2我们的表现怎么样吧 能不能顺利的进入前圈呢 那在Day2开始的时候呢 我的筹码数量是正好9万而盲助级别也已经来到了24000大盲安提4000 我们正好是有22.5个大盲 是一个随时一触即发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整个Day2的过程当中 我也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能游戏翻后 都是在翻前就打到全压的这么一个情况 Day2第一把翻前全压的牌是我在Hijack拿到的一把口袋对10 先是选择开持了8000 随后装卫的玩家在询问了我的后手之后 是选择随bet到了22000 那我这里10时自然是不会弃牌的 行动回来之后 我是毫不犹豫的喊出了all in 推出了我的所有后手 不过我们是全压了 专闻玩家并没有选择跟住 是选择了弃牌 这对我们来说 能在翻前用10时就收下这个随bet的底持呢 也还算是能接受吧 第二把我打到全压的牌呢 是我在小盲拿到的一个99 盲注是2500 5千 筹码是10万 20个BB Hijack开持1100 我全压 对手也还是弃牌 我们又再一次在翻前顺利收持 第三把大盲88 之前一个大概只有5BB左右的一个 7排到我 我选择了跟住 这里呢 我其实是忘记对手是什么了 结果呢 就是我顶住了这个跑码 本来呢 是想把手机举起来拍摄跑码的 但是怕被走来走去的裁判 看到我在拍摄 而使得这个小角度 小范围的拍摄也被制止 所以呢 也就没有把手机拿起来 因为在Day1的那个 比赛的最后的一个阶段 我是有被裁判发现 而恶令停止拍摄的 哎呀 实属不容易啊 那后来很快的 在我在收下一些底池 和丢掉一些底池之后呢 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 挤泡泡的阶段 虽然我没有很专业的 所谓的ICM的知识 但是基本的 在临近泡沫圈 对上筹码比我多的 要靠得很紧 对上筹码比我少的 我可以推得很宽 这点呢 我也还是知道的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 在这个泡沫阶段 我的上家和下家的筹码都比我多 而且我的上家也是知道这一点的 所以很不幸的 在整个临近前圈的阶段 我一直在被我的上家抢忙 我也没有任何牌可以抵抗 硬生生的从将近20万的筹码 到进圈之后只有可人兮兮的十来万了 而此时的忙助也已经来到了81006 我们差不多只有六个大忙了 这把牌我在大忙位置拿到了K圈 之前all in的玩家是CO 那我自然是选择了全压防御 对手的首牌是44 经典的翻印币 最终公共的出牌也没有帮助到我们 我们也是在进入到前圈后不久就惨遭淘汰 不过总体来说 这场比赛round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不管怎样也算是进入了前圈 也不知道下次有机会拍摄 这样的锦标赛影片会是什么时候了 接下来的话 我也还是会以现金桌的实战影片为主 那就让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吧 拜拜